理解大部分的女人为什么离婚以后反而比第一次结婚的人更加在乎物质的享受和追求 那被大家喷了好几天的我闺蜜结婚的时候呢 男方是什么都没有的 只有一套房子是妈妈还有儿子共住的 那只有这样一套房子啊 还有一个比亚迪的那种小车 好像只几千块钱吧 结婚的时候呢 就说把这个房子装修一下 然后这个房子呢 就给你们小两口了 所以这个女方的爸妈就出钱把这个房子给装修了一下 那这个农村都讲究彩礼嘛 那这个男方没有啊 这个时候就女方就说 那你就在婚礼现场拿卡 就是意思一下吧 就是有一个仪式感 结婚以后啊 男孩辞职开了一个自己的店 然后夫妻俩就从家里搬到了这个店里去住 那是那种又阴又潮的那种地下室啊 住了一阵这个媳妇回家的时候啊 发现这个大姑姐 老公的姐姐一家 都在那个房子里面住 然后这个老公的姐姐呀 也经常在茶余饭后啊 就是讲一些 我住了这么多年 这个房子有我的份 那这个媳妇一看就不对了啊 说给弟弟了呢 弟弟搬出去了 然后你这姐姐一家又住进来了 让更名也不更名 让签协议也不签协议 媳妇的意思呢 就是你看可不可以给我出个书面证明 就是证明这个房子以后给我了呀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妈不干了 这个姐姐也不干了 老公也不干了啊 然后就在这个双方的僵持下啊 这男的就表示那就离婚吧 那男方当时就主动说出来要离婚了 这个时候女方就说 那你如果现在跟我离婚呢 你就把我们娘家赞助你开店的那八万块钱还给我 我觉得这个意图很明显了 就是从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这个女的根本就不想离婚 因为她知道她没有钱啊 没有能力拿出来这八万块钱 然后这个男方家也是铁了心的啊 直接就把这个房子卖了 把这个八万块钱还给女生了 当时我知道这个事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 我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家的婆婆这样的身份 一个妈妈特别赞同就是儿子离婚这种 因为她妈妈是很像着女儿的那种 然后大家意见又那么的一致 为什么一阵气我都明白 男的想要卖了房子之后 拿着这个钱去挥霍 她的姐姐呢 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 我能分到一半 她的妈妈呢 想着如果把房子卖了 我能给我姑娘点 再给我儿子点 我自己还能剩点 三个人各怀鬼胎 然后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就是一点存款没有 然后就这一套房子 还是老婆婆的名 那也就是算是净身出户了吧 是吧 那我闺蜜最后一刻 在离婚前还要跟她说 不离婚行不行呢 民政局都会张贴一些告示 就是如果女方没有房子的情况下 好像是男方应该给女方一点补助啊 所以当我闺蜜说 可不可以不离婚的时候 然后她前夫就会安抚她的情绪 就跟她讲 等过一周我妈消气了 大家都不心思这个事了 咱俩就再和好 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呢 我闺蜜就啥也没用 人家搬出来了 搬出来了呀 人家也没跟她和好 反而是建了一个抖音群 天天领着一帮小姑娘 胡吃还喝 把卖房子钱都给挥挥没了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就能够理解大部分的女人 为什么离婚以后 反而比第一次结婚的人 更加在乎物质的享受和追求 其实婆家是永远都不会把你当成自己女儿那样看待的 当你有一点点分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婆家人 他们会拧成一股声 然后你就孤零零的只有自己一个人 所以请我们的男网友们 就是善待那种 因为离过婚而受过伤害的女人 而不是说去批评他们 离了婚了拿自己当花花大姑娘呢 离了婚了比那个头婚的还值钱 毕竟人家也没有说要找一个没结婚的你 所以二婚的女人我觉得她不是物质拜金 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务实 就不会像是第一次结婚的那样 就是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就喜欢就嫁